美國總統拜登一號是前往了佛州 邁阿密大樓倒塌現場 會問罹難者的家屬 並且表示找出生還者的可能性 還在 承諾收救第一個月的開銷 由聯邦政府來負擔 目前搜救持續當中 已只有十八死 一百四十五個人失蹤 七月一號 搜救行動第八天 美國總統拜登與夫人吉爾 在佛州邁阿密倒塌的大樓 香普蘭塔外 這座希望與紀念牆駐足 拜登回想起當年妻女車禍喪生 也不知道兩個兒子重傷 能否活下來的情況 能體會這些交集 等待消息的家屬的心情 邁阿密達的郡長卡瓦表示 官方正計劃拆除殘餘結構 但基於對搜救任務的影響 需要非常謹慎 並且方法正確 拜登與佛州官員 介面聽取簡報時 承諾全力支持搜救行動 當天稍早 官員評估事故現場脆弱又不穩的 建築結構有崩塌風險 搜救行動暫停 過了約十五個小時 再傍晚恢復行動 目前為止 在大面積的瓦力堆中 還沒能找到任何一名生還者 拜登當天除了與家屬見面 也為搜救人員打氣 至於這棟有四十年歷史的大樓 為何倒塌 專家們正在找答案 根據現場情況 從結構缺陷到環境影響等 各種複雜因素都有可能 六月三十號有消息指出 住戶曾在四月收到一封 當地建築協會的信 警告這棟建築結構損壞情況 明顯惡化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